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我们可以看到是呈现了大幅度震荡的行情 目前是上涨了1点来到了17068点 但从早盘的高点跟低点来看 高低点的振幅是大概有200点左右的空间 而且今天的一个预估成交量 它也有出现比较显著的放大 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 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指数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修正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下跌的公司其实加速非常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行情 是一个拉大型股 但出中小型个股的一个行情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后续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重点 你应该如何来做一个掌握 我想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应该先这样子讲 就是说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 会呈现大幅度拉高之后 再往下去做一个杀低 简单来说啦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上攻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从昨天晚上 台指期的一个夜盘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的表现 最后台股市涨26点 但期货一开开了100多点 把整个行情往上去做一个带高 但实际上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之前在这个所谓的节目里面 其实技术面当中 其实有跟大家谈过 现阶段对于台北股市 是有一个先天不良的一个条件 怎么讲 包括了你在挑战这个 所谓际线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你目前看起来 指数的一个位置 是有占到际线以上的一个状况 但整体来讲 现阶段的一个际线 它是呈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过的 如果你一条均线 它是呈现下弯的时候 它就好像会对于那个指数 或者对于股价造成那种地心引力 它就是会往下去做一个回折 除此之外 你包括从这个KD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谈到了 不是说不能够高档顿化 但是你必须要连续性的放量 而且要强攻 你看到今天是呈现放量 但是你看指数开高走低的一个过程里面 整体的指标它会持续往下去做修正 这个就是因为高低扣底的一个位置不同 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不论说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季线的下弯 日KD的一个转折向下 这个其实对于指数而言 都会造成一些这个所谓压抑这样的一个效果 除此之外 在未来这两天的晚上 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一般来讲 大家这一次关注的重点在于TAPER 所谓的TAPER就是 这个所谓减少购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减少购债其实简单来说 它就是对于市场的资金的释放 它会去做一些缩小 就是收资金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说到底对于美国股市来讲 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现阶段其实有人谈到 减债的规模可能会 没有大家预期来的这么多 但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猜 你留给市场来做反应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针对这个行情可能出现的变数 你针对你手上的部位 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过去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 解盘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 或者是让自己爽的 而是你要把解盘的结果融入到你的一个操作里面 这个才会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在今天事实上 在今天这个网上大幅度开高过程里面 我相信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人去追股票 那包括你的老师可能带你在早盘 去做一个追股票的一个操作 但是我们要讲 从早上开始到目前为止 我们通通都是出股票的一个情形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谈了嘛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变数 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存在 最好的方式 你等它反应完之后 你再来做一个进场操作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策略 好所以我们要先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跟大家谈一下 我们今天出了哪些股票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2340的一个光类 当然我们从上个礼拜一 开始去做一个进场的之后 这个股价是连续性的向上去做拉抬 包括了10月26号 也就是礼拜二 股价攻到了一个掌停板打开 包括10月27号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29号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一路到昨天 事实上都还是在持续往上走高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早盘 股价最高点是来到了这个50.4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位置 好但是在创高之后 你看股价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 老师那你是把所有的股票都出掉吗 我要告诉各位没有 我们还是有保留一部分的个股 但是你那个手中的个股到底要不要出 它会决定在什么样的东西上面 这个就已经不是决定在技术面的一个角度上面 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会员手上的持股 在今天因为都是创下整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你就技术面来讲 当然都是属于强势的 但是这种所谓开高大幅度走低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要去看的是你手上的个股强不强 稍后我会跟大家举例 我们手上续报的个股今天的一个股价表现 好所以今天我们针对光磊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行去做一个获利出清 那过去从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从这个10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沿路上来到今天 那短线上面我们先行去做一个获利出清的一个操作 这是我们今天在早盘的时候 先行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个股票 所以从这个地方买进 然后沿路上来 在今天全数去做一个获利出清的操作 然后除此之外呢 包括了3552的同志 当然这两个股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涨到了 那在今天早盘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早盘股价有创下225块钱的波段新高对不对 我说真的啦 你说以这个技术面来看 他算不算是一个弱势的行情 当然其实并不算是 因为毕竟还创下了整个波段以来的新高 但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既然短线上面联准辉那边 他会有一些变数 那这个行情拉大出中小的一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你说未来整理过后 会不会再度往上攻 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整理之后 再来去决定这件事情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猜说 他一定会上或者是一定会下 如果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 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坚持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会错过比较好出场的那个位置点 这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你的操作要灵活啦 因为我们在昨天节目谈到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还是持续看好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是今天盘面的变化 你一定要跟着盘面的变化去做适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才会告诉大家 你单纯看夏老师的一个节目是不够的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讯息 你事实上你在整个行情变动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才会有比较好的应对进退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分别把2340的光磊 以及3552的一个同志 这两档个股事实上都是属于这种获利出勤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当时我们进场买的一档个股叫做5425的台半 对不对 当时是股价过高之后的流上影线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昨天股价就攻到了一个奖停板的一个位置 而且一路锁到尾盘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你可以看到 你看它跟光磊一样 它也是一个开高之后大幅度的一个震荡走低 然后震荡走势 因此今天我们先针对台半 先讲这个部分我们先获利调节一半 所以这是你跟我的会员不同的地方 因为如果礼拜五我们在这个盘后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去做分析 那礼拜一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做进场 你看明明这是一个拉涨停板 明明今天是一个创新高的行情 但是你可能变成说 你的成本买的位置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套在短线上面的一个高档 因此这个是我们在今天 先行做调节一半 获利调节一半持股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其实也跟整个盘面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看到今天很多中小型的个股 都是开高之后 逐步向下做震荡走低对不对 所以创高今天大家都创高 但是你这种所谓的在盘中很快速 或者是第一波跟着去做拉回的一个个股 它就是属于在今天的盘面里面 相对比较弱势的股票 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在于说 事实上你说今天的一个行情 假设最终还是呈现了一个小涨坐收 我刚刚讲了 今天行情原本就不应该涨 应该是一个区间的震荡整理为主 但无论如何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早盘的向上拉高 它不是全然没有意义 因为简单来说就是市场的大户操作会是这样子 就是当这个行情有出现一些 稍微变化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透过撑住大型股 然后去掩护出货中小型个股这样的一个行为 等到这个变数厘清之后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把大型股卖掉 再把中小型个股买回来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是在于说 今天整个拉高的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中小型个股出货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还是要谈的重点是说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稍微比较会有疑虑 或者是比较担心一点 但是说真的啦就是这件事情 你让它反映如果真的往下打的话 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强调 往下其实对于台美股市来讲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的一个指标都没修正 你让指标修正到 不要说修正到20 因为正常的强势多头行情 它不会修正到这个以下 如果你让它修正到50以下 是不是对于后续的一个行情要往上攻 它会呈现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这个时间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当然不是说行情会烦 而是说这个时候你稍微去避 避这个所谓的Tapper的 对于市场可能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你有手上有资金 你在这个时候调节一部分的持股 拉回来你才会有资金去做一些进场 而且我相信其实大家也都看到 我们过去这一波行情的一个操作 我们到底做了哪些股票 那股价的一个走势是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在节目当中清清楚楚 所以因为是这个 接近到年底的一个时间点 我想我昨天我也跟大家谈到 大家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今年你到底在这股市当中 你看今年的股市其实非常热闹 创新高 有钢铁人有航海王有纸片人什么一堆 然后电子股的轮动等等 很多个股是你进入股市之后 你都没有看到的高点价位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头都没有你今年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问夏老师 其实你自己心中最清楚 你把你下单的那个APP打开来看 你的损益或者是你今年 你有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没有 那我想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个操作 其实大家都应该看在眼里 所以夏老师特别跟公司争取 就是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跟会员的一个支持 所以特别给三重惊喜 不是三重 不是其他地方 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要跟着我们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要告诉大家 手上哪一些个股是一张都没有出的 那为什么这些个股你要做续报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各位做解析 成都斗酷 谢谢老师 感谢长期支持 今天入会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今天入会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机会难得尽紧把握 所有的再见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斗铺谢老师 感谢长期支持 今天入会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今天入会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刷车线02-2752-5868 2752-5868 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 我们的台湾需要你 需要你的声音 你的经验 你的想法 你的勇气 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 你第一次有权利 打破人与法之间的繁离 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 做一件大事 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 全体国民的新任务 你就是国民法官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一样先看一下目前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5点 来到了17,084点的位置 大致上跟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是平盘 拉抬了大概16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但无论如何 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 这个行情不论收在哪里 你应该都不会太过满意 但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说 基本上你说 这种所谓开高走低的一个行情 可不可以事先去做预测 只能够这样子讲 盘中的波动 你可以感受得到 它的卖压非常重 但是这个过程 我想其实并没有办法说 简单来讲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开盘之前 就预料到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个事情 是在于说 你如何在盘中看到一些 比较重要的讯息 去做动态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操作 能不能够决胜的关键 而绝对不是说单纯看夏老师的节目 或者是其他分析师的节目 半个小时的节目 你能够得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不是说单纯一档标的 它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反败为胜 而是一个正确的概念 跟所谓盘中 即时的一个钉盘 跟即时的讯息 这个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大家 好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要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原则上 我们今天有几两个股市 是没有出的而且去做续报的动作 我们先来谈一下中小型股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中小型个股都不好 而是你能不能够感受到 它今天到底强不强势 所以6443的原金 这一档个股 当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谈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想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其实如果你有看夏老师节目的 一个观众朋友 应该都有掌握到了 尤其是上个礼拜 那个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包括了10月25号 它在季线上强势整理 然后后续的收缴 然后股价再度转强 事实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盘中的一些变动 尤其是10月29号那一天 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这其实已经是 最后的洗盘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 往下去做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整理 然后在中晚盘之后拉上来 所有的人都被洗掉了 只有夏老师的会员手上持股 还是做续报 因为其实我已经 早就跟他们讲说 这个行情你要等那个 突破季线的发动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不能说突破季线 就是往上攻高之后 把季线拉翻扬的那个位置 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拉抬之后 事实上它已经那个味道 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昨天的一个援京 股价攻到掌停板 当然股价攻到掌停板 昨天是掌停板打开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会很紧张说 这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获利出场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如果昨天被洗掉了 如果你昨天被洗掉了 你看这股价今天创不乱新高 都跟你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说真的啦 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讲 它的确是等了一段时间 大概等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但是你两个礼拜你等之后 结果你只有赚到一成左右的幅度 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嘛 是我我会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明明你买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它只是没有立刻去做一个发动 但是当它真的发动的时候 事实上昨天的一个行情 可以细讲的话 基本上它有很多的美感 比如说我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昨天打开掌停板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连续十笔 当然中间有一些其他的章数 但是它是有连续十笔的 499张的一个卖单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那时候其实我就跟我的会员讲说 那个其实是一个假单 为什么 因为你去思考一个概念就是说 它开盘就攻掌停板嘛 对不对 所以它如果原本就要卖的话 它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要在开盘锁度掌停板的时候 它就要出嘛 它如果决定要在当下出 它要在那个价格出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在那个价格就要去出场 但是它等到接近中午的时候 才去敲开那个掌停板 所以它告诉你什么 它告诉你说 这个股价打下来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吃货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 即便中小型个股杀成这样子 这应该算血流成河吧 但是你看到这个原金的股价 它就沿路沿着 它就贴着今天的一个平均价格 去做震荡整理 当然昨天的吃货不代表今天不会出 我要先讲 只是说当时你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价格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有比较充裕的空间 可以去看它股价的震荡 所以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发生在 3704的一个核心控上面 核心控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二进场的一个个股嘛 当天股价是创两个半月的新高 然后10月27号 这礼拜三 股价攻到掌停板 28号震荡 29号是创收盘价的新高 然后结果昨天股价你看 续创波段在新高的一个过程里面 今天的价格 你看又是一样的一个情形 掌停板打开 当然今天就可能会跟原金比较不一样 因为毕竟今天整个气氛是稍微比较往下的 但是整体来讲 你看它也是碰平板之后就做震荡整理 那你跟我会员朋友差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你买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空间可以看 那看这空间有时候应该这样讲 如果说后面还有一波航行的话 你就很容易会被洗出去 这是我们告诉各位 其实你买卖点的一个重要性 好那这个是两档 这个中小型个股 我们现阶段做续报的一个中小型的一个个股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个股 拉大出中小 所以今天拉的大型股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台湾50成本股 照这个涨跌幅排序 今天涨幅第一名是谁 今天涨幅第一名是2603的长龙 对不对 那长龙的部分不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一直不断的去提醒大家的一档股票 当然我觉得今天有一点 他知道其实市场都在看这个点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我们先把过去这段时间股价先谈完 你看长龙的股价沿路向上去做电高对不对 当时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应该是在上个礼拜二 好但是我们是礼拜一进场的 因为礼拜二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方向是我们要的那个方向没有错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惯性 有机会出现改变的一个情形嘛 因为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我出现增量的红K 隔天我只要稍稍亮缩的黑K棒 我就可以把前一天的红K棒吃掉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空方的力道很强啊 我都不用用全力 我就可以把你昨天拉抬的那个幅度吃掉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之后它的惯性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种股票的时候 这其实是我们过去比较跟大家少 比较少谈到的破底的股票你要怎么做 破底的股票当然打底很重要 但是惯性的改变更重要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确认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当时我告诉大家嘛 后续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礼拜三 对不对 因为礼拜三是那个 它会扣底到这根长黑K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原本的区间 然后跌破出现长黑 所以当我扣到这一天之后 是不是代表说我接下来的股价 接下来的月线就会开始呈现反红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今天有点提早一天去做发动 我不知道说 选择这一天发动 是不是有财报的公布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整体来讲 比较好的时间的确是明天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看了夏小舍节目之后 发现都被人家看破了 所以不如先去做提早发动的一个公式 但无论如何 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这两个股其实跟2409的友达很像 你看这友达是我昨天获利出场的对不对 我要讲的概念是说 你看 我当时也在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低档 然后一根涨停板之后 基本上当时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套很深的 你要等季线翻 但是因为我们是获利的 所以我把它全部出掉了 因为我们要等它翻扬 等它翻扬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把资金拿来做其他的股票 因为我们是带会员朋友的一个操作 那当时股价能够大涨最主要是因为公布财报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这一波的行情接下来长容会不会在这几天公布财报 如果可以的话那一根拉出来 我要告诉大家 反而会是短线上面你应该获利出场的一个位置点 至少我们当时我们买的价格是94.3 相对来讲我想成本比较低 风险其实就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但无论如何 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我想这一波的行情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你要有人带你做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我们过去这一波的一个操作 大家其实应该都有看到 那我们也很感谢包括观众 包括会员朋友的一个支持 因此特别跟公司争取的三重惊喜 如果说你要跟着我们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做一个询问 那以上就是今天11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让你比赛尽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其中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2752 5868 早前听到欢迎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最大的案件第一心 有六位民间人事和三位法官